各位比辰老师好 我们今天要报告的作品是车用智慧钥匙 为什么我们会创作此项作品 是因为寄到2014年底 全球车辆已突破10亿大关 而每一部车需要100钥匙及一部遥控锁 而制造遥控锁里的晶片 会造成环境上的污染及不环保 而在现今车位当中会发现许多 因而被反锁在车内而产生的悲剧 当我们发现因而在车内后 请所降级消费人员来 早已错过了抢救的黄金时机 而我们的作品是为了避免这些事的发生 而我们的作品特色是以APP 以Manager 2制作一套APP 并以手机内建的QR Code载入手机 再以Arduino撰写一套控制指令 并烧录至ATMAGA328 轨动IC晶片 再将我们的IC晶片插入我们科网后的电路板上 再以我们手机刚下载后的APP 并经由手机内建的蓝牙传送一个值 到电路板上的蓝牙 当蓝牙接收到值后 IC板瞬间也会读取值的内容 而产生我们所要的作动 那我们就请另外一位同学来demo 首先我们先开启我们手机的内建蓝牙 最后进入我们已经事先下载好的APP 这时候会进入登录画面 我们设计登录画面主要原因是为了绑到 像我们输入错的密码 如果密码错会显示账号或密码错误 那现在我们输入正确的 输入正确之后我们会进入清单选择器 选择我们这台车的蓝牙 这时候会有车窗下 车窗上开车门关车门 如果觉得自己密码不喜欢的话 这边有个更改密码可以更改你喜欢的数字 这边如果东西拿完之后有个取消连结 这时候会问是否关起车窗门 否的话车窗门就保持现在这样子 是的话车窗会升起 然后车门会自动关闭